HELLO 大家好 我剛剛收到從隔視那邊寄過來的一些新的RED LINE電池 我手上這些就是RED LINE 2.0的電池 如果大家有看到我之前說的 關於佛山的FIRC賽事 我都會有說過 有些隔視駕駕駛的車手 已經在用隔視新的RED LINE 2.0的電池 不過這堆電池還未正式出門 純粹做了一批 讓車手試試第一次試的感覺 看看效果如何 容量、重量各方面的感覺 之後才會正式生產 所以在我手上這些電池也是一模一樣的電池 這次我收到四個電池 這兩排不是我的 是我們香港另一個贊助的車手 威威 他的電池 不過隔視都寄給我 然後再拿給他 但我想分享給大家看看 今代的隔視2.0 一些preview給大家看看 今代的RED LINE 2.0 和上一代的分別是有什麼 大概說一下給大家聽 今代的RED LINE電池 和上一代的RED LINE電池 其實都差不多涵蓋了 他們本身有的產品 如果大家有看到FIRC 即是佛山那場賽事 就會看到大部分車手 他們用的是4000電池 薄身的 小型的 很多電池 我們就沒有那部電池 因為那部電池 基本上全部都給了車手 但我們反而有其他 香港比較主流的 會用得到的電池 在我手上有 5300 6000 6100 6100 6500 基本上都涵蓋了 原本現在有的產品 5300 就補充他們的5100 6000 它有兩隻 因為6000 現時買的有兩隻 一隻是輕電 一隻是重電 而這隻RED LINE2.0 就是重電 即是220克的版本 就不是replace 他們現在 290克的輕電版本 要留意 而下一個就是6100 6100 6100 你可以當它是replace 現在的6000電池 之餘 亦都是將它本身的 5800 那個 模特兒 你當它有少許 混合在一起 稍後我會說 我會覺得它們 混合了 主要都是那個 6000和6100 而最後就是6500 今天replace 他們現在的 6600 電池 外觀上 基本上幾個電池 跟以前的電 分別不是很大的 但是重量上 容量上 是有少許改變的 我先不介紹 先介紹這兩款 長電 這兩款長電 比較多人用 6500和6100 我今次 比較驚訝 就是這個6100 電池 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本身在鬥車 Molifier 或者鬥車 或者是stock鬥車 我本身都是用 這個6000 這個電池 這個6000 原本的redline 1.0的電池 我自己都滿意 它的效果 和功率 而今次6000 最驚訝的地方 就是整個電 容量很明顯 見了 6000和6100 明顯大了 100mAh 但厚度 就薄了一大截 之前的話 這個是LCG電池 而這個是Ultra LCG 其實它有沒有Ultra LCG 是有的 之前有一段時間 這個5800是Ultra LCG 但如果當你鬥車這樣計算的話 你用6000的話 當然是穩陣 所以我一直都用6000 放棄了Ultra LCG 但今次的話 它就把5800這個厚度和重量 加上6000這個容量 加上全部一起 就變成了6100的電池 所以來講的話 整體的重量 或者它的厚度 都會更加低 譬如玩車的時候 整個車的重量 又可以減低了很多 所以我其實蠻驚訝 這個電池 接下來的話 我應該 如無意外 將這6000 都會換成6100 當它出了那時候 這一排就是它們 最驚訝的一排電池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它這排新電的話 它的結構好像是有些分別的 上一代的結構 我沒有記錯 就是這個2S2P 這個 這個2S2P的結構 但是今次的話 它就變成2S1P 即是說它是少了一個甲層 少了一個甲層 最大的好處 一來就薄一些 另一方面的話 排電的話 脹的機會也少一些 所以這個是新電的另一個好處 除了這排6100之外 另外一排 6500 那我自己的6600其實 也有用的 初時我是有用的 玩Stock有用的 不過就是我後來 因為 玩Oliver比較多一些 以及 真的想車輛比較輕一些 所以就少了用這個6600 還有6500的話 其實就在外觀上 就不是分別很大 即是整個電的厚度 各方面都不是分別很大 唯一就是140 舊的130變成140 也是由這個2S2P 變成2S1P的結構 不同了結構 重量上面 6500 因為你自少來說 少了100mAh 它是輕了 大概輕了10g 不是太多 或者10g 如果你說鬥車這樣計算的話 可能6600可能太多 對於某些人的賽事來說 可能6500就差不多 那就輕輕一點 令到玩起車上來 那車又可以輕輕一點 說了兩個電的重量 都放一放給大家看 即時可以看到重量分別 我首先給它本身那塊6000 剛才我說的那塊6000 6000電的話 重量大概是260克 這個重量 然後新的6100克 重量是多少呢 放進去呢 224克 足足輕了40g 所以這個的話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Cut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Wavesave 因為你自己想想 這個是260克 和226克 34克 沒有40克那麼多 34克的重量的話 其實如果對你玩車來說 玩Morify性的話 其實是非常之有利的 如果譬如說 當你給5800克 5800克也有重量的 5800克也是差不多重量的 差不多重量 即是你可以拿到5800克的重量 還有6500克 那6600克的重量是多少呢 6600克的重量是278克 而今代的6500克 Red2.0克 就是264克 又是差不多10克 重量的重量 所以如果用車上來 譬如說你玩Stock 要比較大容量一點點的話 用它的話 又可以減少一點重量 接著就說一說 另外兩排新電 就是6000克和5300克 5300克的話 其實就對應 它們本身現在存在的5100克 我先拿回那塊5100克 基本上外觀上來說 5300克 新電腦是5300克 2.0克 140C 它的外觀上 就沒有什麼大分別 厚度各方面都一模一樣 大了200mAh 對於一些玩 譬如說玩我們田宮杯的時候 我玩田宮杯 我就會用這個5100克 那你有5300克的話 理論上來說 就可以耐久的時間長一點點 因為始終來說 這些電的話 很多時候我們玩的比賽 都未必可以讓你充到Highwork 可能只是充到這個 普通Nithin Pro的8.4 如果你充到8.4 理論上來說 其實它的容量 相對起來說 是小一點點的 這個一定是會發生的 所以變相來說 如果你有5300克 多200mAh的話 理論上來說 是會好一點點 即是容量會好一點點 尤其是你玩一些 例如玩Stalk 玩頭盔車 這些情況 又或者用來玩 好像田宮杯 那些Stalk類的車 或者1mAh的話 多一點點容量會好一點 整體來說 兩排電的話 外觀上 重量上 應該都沒有太大分別 至於6000克的話 6000克的話 它就跟回它 現在本身那排重電的 那我就有重電 在這裡 也有輕電 在這裡 這排重電 重電的話 基本上來說 兩排就沒有太大分別 外觀上面 厚度上面 都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 比起它們的輕電 就有點不同 這一排就是輕電 我先拿出來 這一排就是輕電 6000克的輕電 都是一模一樣 這麼厚 這麼重的 但這個就會輕回100克 因為這個是輕電 這個是新版本的 但是重電 所以現在對應的話 是對應軟身重電的版本 輕電的話 就沒有更新的 所以這個要留意一下 我個人喜歡的話 通常會用輕電 因為輕電的話 就會整個車比較輕 即是你玩頭鞋 那時候 你還有兩邊平衡 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有些車的話 可能車架比較重 就可以用重電 因為我其實 聽回本身玩頭鞋 車的那班車有說 就 現時這隻6000克的話 就相對起來比較重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有這個輕電的重量 但是有2.0的結構 是會最好的 但是暫時來說 它還未出這個結構 都是用重電這個版本 這個就要留意一下 都放一放給大家看 這個重量 其實兩者之間 重量分別 就沒有太大分別 都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首先放了這個 5100克 5100克的重量 然後5300克 就是這個 都是同樣的重量 沒有什麼分別 兩者之間的重量 分別不是很大 如果這個例子 你比較需要輕一點 那時候 可能就會選擇 這個5100克 或者5300克 重電 這個重電 就是這個6000克 上一代 就是224克 差不多 現在新那隻的話 差不多 可能輕一點 不過這個重量 如果要留意一下 有時候可能會有少許偏差 所以大概都是220克 差不多 那兩者重量 其實分別 都不算是很大 那至於排電 實際上操作是怎樣 或者感覺是怎樣 我們接下來都會去 車場試一試 這個新的2.0 不過首先 讓大家看了一個 preview 看到這個 這個Redline的新款電池 大家可以看到 可能大家 可以有個心裡有數 比如說 你真的想買電 那時候的話 可以大概知道 新的Redline電 大概可以給你 什麼東西 基本上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來 我們都會做一個 電的測試 到時 大家再留意 我們遙控工房的頻道 就走了